一架AZR 一架B 手机本体 100W的充电头 还有一个红色的数据线 还有一个卡针 还有一个黑色的磨砂手机壳 三包缝纸 这个颜色是浩瀚黑的 背面是磨砂玻璃 不粘指纹 取面屏 开个机 侧边还有三段式 用的是跟一加11一样的同款模具 还一般吧 它这边没有哈苏的联名 它这边 短焦指纹 然后烤一下 不过这个入入速度还是很快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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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在官网查了一下那个IEMI 是显示是微激活的 这个指纹速度虽然是短焦且比较靠下 但是它的接触速度还是蛮快的 而且背后这个摩擦玻璃也是不沾染指纹的 黑色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现在我去设置一下我熟悉的配置 再说说一家A42的外观 左边是音量键 音量键在那边 然后右边是电源键 这边是电源键这个 然后这是三段式 震动静音 然后这边是摄像头 这边是 这边是扬声器 然后这边是卡槽 然后这边是C口充电的 这个应该是红外吧 哦这个是红外 这个是红外 这应该是扬声器这个地方 我再说说它 再说说 它是C口充S13正式版本 然后一家 第一代笑容八家 满血版的满血版 然后5000mAh 它是100瓦的充电 再加一个500万的主摄 索尼跟11是同款配置 索尼890 一家S2大概是200克左右 然后它的摄像头 因为是在 右边 右上方 所以说它这样子拿 还是比较重的 头重 脚轻 再来说一说它的优点吧 就是它现在是 写的是120Hz 动画其实很流畅 100瓦充电 日常用起来是够用的 而且它是5000mAh 它是大电池 最主要是什么 12加256的配置 它只要2799元 对于学生档是非常 非常有优势的 我买的是12加256的版本 只要2799元 这款手机是我在3月1号买的 今天是3月3号 已经到货了 日常使用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反正非常流畅 而且它是6.74英寸的屏幕 虽然说两边是曲面屏 两边如果正常看的话 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发率 但其实曲面屏还是比较好操作的 应该这就是曲面屏的优势了吧 好 好 好